朝核问题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底线了 所以这个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超过了 过去了 所以我们既是最佳的那对应的方案 也有可能受处 当然这个特朗普这次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可以高度评价 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有待观察 因为你这个朝核问题 现在已经越了这个所有国家的一些红线 当然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有可能没越过它 所以这个朝核问题现在非常复杂 不能说这个特朗普这一次访问就能解决 我想是我们还得看一看 嗯 谢谢大家